哈囉大家好我是李姓 現在呢是台灣時間的12點半 我剛剛其實是在處理關於我在搭飛機要去越南的這個路上 然後發生了一些事情 那我想要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在越南航空有了一個非常不愉快的達成經驗 所以我現在拍成一陣子影片 順便跟大家做一個提醒 首先我遇到的問題是我的航班臨時被取消了 我在今天的9點今天是12月27號台灣時間9點 我才知道說我的航班被取消了 我的航班的話是在6月的時候買的 但是我今天9點到現場知道我的兩個航班去城跟回城的時間全部都被更改了 其實我在今天就已經有訂住宿了 也就是說我損失了一天的住宿 我被強迫的呢回到自己家裡面 等待我明天被安排好的班級 也就是早上的7點45分 我的回城原本是預定凌晨的1點左右 然後6點到台北 這個其實是我的原先預定好的旁班 但也被取消被取消之後直接被更改為下午的4點 1月2號的下午4點 這個造成我的影響是 我必須要在當地再多住一個晚上 我問了華航 他們也都說 當已經沒有值班的任何人員 所以也沒有辦法幫我們接通任何電話 客服也沒有人接 他們的地勤主任等等的都沒有人 華航的態度非常的溫和 問說有沒有去確認自己的E-mail 會不會在垃圾信箱裡面 但這個說法我當下 以及甚至是之前 我都有去檢查我的垃圾信箱 那我的垃圾信箱 是沒有任何一封的越南航空的機票 再加上越南航空的訂票跟訂票通知 以及收據通知證本等等的電子檔案 我都有收到 以及每個月的會員里程書的這些信件 因為全部都是英文的 所以我都會點開來看去做Check 因為我也是怕我自己會露死掉什麼樣的訊息 所以您的變更通知書是完全沒有的 延誤等等的資訊是都沒有 官方網站也都沒有 那訂票的訊息跟收據我都有收到了 可是為什麼航班更改的這些資訊沒有收到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影片會去做拍攝的原因 是因為還蠻生氣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還蠻無奈的 我自己有在去爬文 然後有發現有人在10月的時候也跟我一樣的狀況 那以後希望不要再有發生類似的事情 已經造成我的越南的跨年行程很嚴重的耽誤 然後以及我當地的一些行程安排啊等等的都被耽擱 那對於我們這些消費者來說 我覺得我們之後也要做一個自己的警惕 就是我們一定要在譬如說20-40小時 或者是48小時之內 就是無時無刻的自己去追蹤自己的一個航班資訊 因為誰知道會不會突然被取消 但是其實上個禮拜我都有去看 然後貴公司還有在賣這樣的機票 那不知道為什麼 冬季航班就全部都被取消了 明天早上我3點半 我就要在起床出門 然後前往機場 對因為5點的話才有進行人員 好 越南航空的話真的不建議很大聲 原因是因為我在去之前就已經先被更改航班了 那而且這個更改航班是我沒有收到任何投資 結果是我問了之後他們才給我發一個信件 說我們有可以投資 好 那已經沒有辦法了嘛 那我就稍後來自己訂一個機場的旅館 好現在我還是訂到不錯的 不錯 但是因為這個部分的話是 我比較晚講報告的 因為他們就沒有禮品線 然後他們也不願意說任何的賠償 什麼動作 我光來回的這個時間 我前面第一天 來月已經浪費了12個小時 最後一天的話 我又再多了16個小時在這邊 所以其實是非常非常的耗時間的 如果你是有在上班的話 你可能覺得自己一定要多休個兩天 等於兩天假期的白費 以及就我在國內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從亞莊 古志民市這樣自己飛 也是國內航班 是國內航班喔 可是我們卻在12月30號的5點 我們是5點半的飛機 突然被零食更改到 改成7點 好那7點的另外一班的時候 也一起通知說 1月1號三天後的航班 也要更改 原本我們是5點50分的 然後突然回來了8點半 好險我會過的航班是隔一天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做 越南航空轉機的話 真的不建議說拍得很緊 比如說轉機時間 建議可能更改為3個啊 或者就是中間至少要保持有一定的時間 不然的話可能就會想 我要你必須要多住一天 然後你又要臨時找住宿 然後你的行程整個都被打亂 所以這邊建議的話 就算它在便宜也是要2、3次 如果有我們國家的華航 或者是長紅的一些雜的 或者是LCC等等其他接的 都比較建議 越南航空就算它是國家的航空 你也不要輕易相信它 因為我就是這個產生的體驗的分享者 那希望今天這個影片幫到大家 如果你們對於越南航空有任何的疑問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問我 因為我自己有問的他們很多的事情 他們的客服東西也都沒有人 就是他們1到5才上班 好然後5點之後就沒有人 9點到5才有人在那個館 然後也沒有中文的對應船空 所以你如果出事沒有人幫你 沒有人沒有人 所以大家還是要多多住宿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非常喜歡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